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议会正考虑通过一项议案 计划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船只 征收通行费用 7号 一名伊朗议会高级官员 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 透露了有关该计划的更多细节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报道 伊朗议会高级官员哈西米表示 伊朗议会计划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 外国船只征收通行费 是对美国及其盟友敌对行为的回应 该项措施也是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 和地区安全所做出努力的补偿 报道说 相关通行费可能将向 与伊朗没有贸易往来的不友好国家 以及支持美国制裁伊朗的国家的船只征收 哈西米说 这项议案还有待 经伊朗议会的进一步讨论 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以南的航运要岛 全球近40%的石油和数量可观的天然气 由此输往全球各地 对全球石油供应具有战略影响 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 如果美国制裁造成伊朗石油出口停顿 并伤害伊朗国家利益 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